列王记下 第二章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驻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丽莎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丽莎说 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丽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丽莎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丽莎对以丽莎说 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丽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丽莎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以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过去之后 以丽莎对以丽莎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丽莎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丽莎说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 不然必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丽莎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以丽莎看见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以丽莎把自己的衣服四围两片 她拾起以丽莎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回去站在约旦河边 她用以丽莎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 说 耶和华 以丽莎的神在哪里呢 打水之后 水也左右分开 以丽莎就过来了 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 就说 感动以丽莎的灵 感动以丽莎了 他们就来迎接他 在他面前 俯伏于地 对他说 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 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 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 以丽莎说 你们不必打发人去 他们再三催促他 他难以推辞 就说 你们打发人去吧 他们便打发五十人去 寻找了三天 也没有找着 以丽莎仍然在耶利哥 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 他对他们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 耶利哥城的人对以丽莎说 这城的地是美好 我主看见了 只是水恶劣 土产不熟而落 以丽莎说 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 他们就拿来给他 他出到水源 将盐倒在水中 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治好了这水 从此必不再使人死 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 于是那水治好了 直到今日 正如以丽莎所说的 以丽莎从那里上伯特利去 整上去的时候 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 细笑他说 秃头的上去吧 秃头的上去吧 他回头看见 就奉耶和华的名 咒诅他们 于是有两个母熊 从林中出来 撕裂他们中间 四十二个童子 以丽莎从伯特利上加密山 又从加密山 回到撒玛利亚 再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